继续带您来关心产业讯息 云端科技成为市场大热门 今年主攻云端市场的台湾3C大厂华硕 接连与医院以及电信业者一业结盟 崭新的合作形态也将云端科技的便利带到不同产业 321请启动 台湾3C大厂华硕与医院结合创立云端医疗系统 免费提供云端平台让民众上传身体健康资讯 医护人员也能随时掌握病人情况 华硕布局云端储存技术已经有6年时间 累积1000多万用户 技术足够成熟 加上台湾医疗病例电子化的脚部领先全球电下基础 让华硕决定开始跨入医疗领域 台湾把这个爱健康云联盟的Big Data做出来 其实全世界各地 这个我很大胆的讲 其实都在等我们真的做出这一个这个case 他们就想复制台湾的经验到其他地方 他也需要有类似服务 所以对台湾来讲 这就是一个整场输出的机会 不只锁定在医疗产业 也与电信业者结合 成立中小企业云端联盟 专为企业提供云端服务 当顾客拨打公司分机 自己的手机也会响起电话 不在办公室也不会骤接订单 积极拓展一业结盟 目前华硕已经和金融 教育医疗等相关产业做合作 看好云端科技的前瞻性 在各个产业持续发酵 金融野台电视 陈辉谋张元亭 台湾台北参访报道